最近我有收到我们朋友的短信问我说 什么是炼拳中应该记住的基本事项 以下就是我个人的看法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希望前辈可以多多指教 这个是当做一个抛砖引力 我本来以为只是砖 希望也够赢得很多的益球 那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说以我们中国人古代的这个说法 这个之所以的这个强身智慧的说法 炼拳为了强身智慧的说法 我个人觉得是有五项是应该记住的 那第一项呢 就是这个浮世呼吸 浮世呼吸 下浮呼吸 第二呢 就是进入 第三呢 就是不动心 第四个呢 就是用手法操作 是 第五个呢 是用静流操作 是 这五种东西 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记住的 这个就好像说是一个中学教育程度 那第一个 是所谓的浮世呼吸 这浮世呼吸呢 如果我们看这个中国全数 一直就是讲 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七层滩天 那七层滩天的前提是什么呢 一定就是要浮世呼吸 下浮世呼吸 那这个下浮世呼吸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浮世呼吸 比胸式呼吸的能量 的容量 就是说这呼吸量 大了 可以到四到七倍 所以这个 比如说这个胸部 胸式呼吸 和这个浮世呼吸 这个浮世呼吸的容量 比这个胸式大了 四到七倍 这个是相当大的能量 让身体内的能量增加 那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这个浮世呼吸 它可以大幅度的 这个运动 在体内运动 所以它就会按摩这个内脏 我们的内脏 达到了血气流通 和强壮的功能 所以这个浮世呼吸 本身就具备了增加 容量和强壮内脏的功能 那这个如果说是 我们说强身 自卫 强身 非这个不行 那我们一般听到说的 这个气层丹田 气层丹田 事实上气层丹田 是要在浮部呼吸 练层之后 更上一层 才达到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 以科学的说法来说 不讲气的话 不讲脉的话 就单讲这个 这个浮部呼吸 那就这么多的好处 第二个 就是身体的进入 要炼层 那进入是什么东西呢 就打一个比如 我们如果要挤一个 重的东西放在地下 蹲下去放在地下 我们要知道 怎么安排我们的身体 怎么放下去 这样才不导致 我们的腰受伤 或者是我们的膝盖受伤 那个就是很浅的 很浅显的说 这个关于进入 身体进入的操作 就是进 或者是力 的道路 这个身体要有这个 好像这个 这个 有一个道路 让这个力 是怎么样去操作的 所以这个 进入的这个 这个修炼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说 比如说这个身体比较小的人 比起身体比较大的人 那如果说是在有一个 一个一个动量的接触 或是互相推的话 如果这个身体小的 没有这个进入的训练 肯定是 就很难和这个身体大的人 去对抗 所以这个就说回来 是怎么讲的 比如说是你性 或者是身体比较小 比较弱的人 没有这个进入 这个 的这个修养 那事实上 在这个力 最基础的力上面 就输给了身体比较大的人 所以呢 这个进入的训练 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二个训练 第三个训练呢 就是所谓的不动心 的训练 那不动心 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看古代的这个书 不管是这个 无论是这个 无论这个是少林权 或者是这个 这个是北方内加权 都强调一个东西 不动心 也就是说 老虎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都不怕的 OK 或者是太山崩下来 我们都不会受惊的 这个不动心 这个不动心 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 你要冷静 你要冷静 可是如果说没有训练 怎么冷静 它是有一个训练的 那如果说 以佛教的说法的话 这个训练是 比如 这个训练是 比如是这样的 他念阿弥陀佛 用着阿弥陀佛 来这个训练 是阿弥陀佛 心念 口念 耳朵听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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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季清清楚楚的 他跑到这个 很烦 吵闹的 这个 这个 shopping mall 这个市场 然后街道上 他也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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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一个 很恬近的地方 很近的地方 他也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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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不管是吵闹的地方 或是很近的地方 他都不受 外界的影响 而且 他念阿弥陀佛 他头脑也没有 做其他的想象 所以 他不受外界影响 他也不受 自己的影响 这个就是 不动心的 初步 这个就是 定力初步 所以我们听说 这个念佛 有这个念佛三昧 就是当这个功夫 念深的 有深度之后 他有这个三昧 这个定力 所以 这个 不动心 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说 忍静 那怎么忍静 我们是一直去思想 他吗 那不行 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那是不行的 所以 这个三个 浮世浮习 进入 和不动心 我个人觉得 那个是 属于 这个体 因为我们中国人说 体用嘛 体 属于体 这个是 或者是属于身功 这个 就是 这方面 这个是一个基础 是应该需要记住的 不然的话 身心 没办法控制 比如说 你都这个 呼吸不对了 那连呼吸都不行了 那 那身体怎么 怎么会 这个 正常应做 那不行的 好 刚才说 那个是体 现在接下来说 是用 因为你要这个 强身 智慧 当然 它是一个武术 它当然就是 一定要有这个体 和用 它不只是体 没有用 或者是用 没有体 那如果说这个 智慧 那就讲说 实战 实战 事实上 我们中国人的话 我们去看的话 它都是一个东西 那是什么呢 叫做 是 所以 孙子兵华说 它说 三战指 其至于是 不止于人 它是用 是 也就是用 以今天的这个 说法来说 就是用这个动量 比如说两辆车 撞下去 那个是一个动量 一个四 一个雪球 从山上滚下来 它是一个四 它是 这个在 在操作 操控这个四 那操控这个四呢 这个四本身 又有两 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说 以守法 操纵这个四 那守法 我们说 这个一般 我们中国人说 守法 那事实上 守法 就是全法 不止守 那守法 那每一家 它都有 它的这个 独特的 这个四法 那其中 当然就是 一定是有 用这个 踢打摔拿 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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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这个四 所以有一个四 一种四 一种四 它是 或者用踢 或者用打 或者用摔 或者用蓝 来这个 限制这个四 的操作 那这个四呢 各家各派又有不同 比如 这是一种四 这是另外一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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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种种不同的四 每一家 每一派 它都有不同 它的独特的特性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一般我们称之为 守法 的怎么 劫财 怎么 怎么用什么 守法 这个去 怎么演变 怎么劫财 这个就是四 那实战中 这个 需要 了解 这一部分 因为 实战是 四 的这个 交换 和四 的操作 那这个是说 用这个 手法 来这个 这个操作 这个四 另外一个 是用 净流 来操作 这个四 那为什么 用净流 操作 这个四呢 因为中国全 讲究 这个 年和年 也就是 比如说 打蛇 随棍上 你用那个 那个 那个棍子 打那个蛇 那个蛇是 属于这个 那个棍子上的 黏着去的 中国全素 在这个 一般都会 有这个 一样的事情 那 我们说 这个手法的 这个是 比较长的 那自己在 这个 黏着去的 那就要用 净流 比如在 这个地方 在 这个 身体 体质 没有很大的 变化 之内的 这个 这个是用 净流 这个 黏着去 这个也是 用净流 它不单单 只是说 用这个 这个体质 的动作 所以用 手法的 我是说 是这个 用有这个体质 比较大动作型的 用净流 的是在 净 黏着 去的时候 那个 那一方面的 控制式 好 那 我个人觉得 这个五种 呼吸 静流 不动心 这个 手法 替这个 操作 这个 是 这个静流 这个操作 这个是 这五种 需要具备 如果这个五种 没有具备 那这个 是这个学习 不是很全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是个中学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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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中学的 一个 一个水平 那和大家 这个分享 谢谢